大家好我是POWER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Elon Musk出錢想要買一下推特 而且是很扯的 好像是比他市價還多多少多少 然後他就是用一種老子有錢的態度來說 我要把你買下來 有錢真好對不對 而且好像是直接給現金 是不是啊 我們往下看就知道 那我呢 事實上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文件 你看到這邊就是美國的 Security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應該就是那一種 Security可以雖然說他有安全的意思 可是他也有證券的意思 證券交易的委員會 然後他就這邊一大堆 好我們不可能看這個幹什麼 我們要看的就是他下面有一個那種 因為你看這邊全部都只是一個 一些官方文字 我們研究這個沒有意思 看兩句大概就睡著了 然後這邊填一些表格 所以其實就這個部分讓我覺得 呼 這種東西竟然可以就公開給人家看 好像也沒什麼不對的 因為他的確是想買 所以他就把這個東西 直接放在他的推特上 所以這個是他的推特上抓下來的 所以就他想要表達說 老子沒有在後欄 我真的有填表 就把這個form填完了 所以這個表格填 填表格就是fill out 把它填到一格不剩 就是官方他填什麼 這留給你填 其他我申請人該填的都填完了 Fill到out了 所以這個fill out後面會接the form表格 那我們再換一個詞 如果說今天是考試考那個填空題的話 那那個叫fill in the blank 所以fill in the blank 就是填那個空白處這樣子 所以這個片語他有fill in跟fill out的分別 你就不要搞錯 你不是fill in the form 你是fill out the form 我那種form一直卡住 不是fill in the form 是fill out the form 但是你是fill in the blanket 這大概沒問題 所以我們說了這裡不看 往下看 然後繼續說 為什麼要買 Purpose of transaction 這個都不管 你可能想說老師放大一點 我還沒有要放大 我們走到他該放大的地方再來放大 所以 這邊簽完名了 簽完名之後 這邊就是一封 算是一個他的 他的姓或之類的 Exhibit B 那個Exhibit就是在法庭上 陳塘證供的那些 今天這是證物一號 證物二號 證物三號 他們就會用Exhibit這個詞 來當作是一號二號三號 證物一號 證物BAB這樣子 那這裡翻譯成證物嗎 也怪怪的 因為說實在 買東西需要什麼證物 對不對 這裡我們要把它放大來看 因為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好 什麼重點呢 這邊開始 我們把它讀一下 所以他 這裡先寫的 Chairman of the board 也就是這個 Brad Taylor 寫給他的主席 董事會主席 I invested in Twitter As I believe As I believe in its potential to be the platform for free speech around the globe 所以我是投資推特的 I invested in Twitter 因為我相信這個 AS代翻譯成英偉 I believe 我信仰著 I believe in I believe in 這個片語 Believe in something 所以你對這個東西有著信仰 有著信心 I believe in its potential to be the platform for free speech around the world 所以他相信 他是有潛能可以成為自由言論 世界各地自由言論的一個平台 And I believe free speech is a societal imperative for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所以我相信自由言論是一個社會上的這個有必要的東西 所以他這裡用一個詞就是 societal 有時候我查過字典 就social這個字跟societal這個字 很多地方是可以interchangeably使用 就可以互相替代使用 那總之他都是社會的形容詞 所以他認為是一個社會的必要 societal imperative imperative就是有必要的 所以something is necessary something is imperative 好 所以對於一個functioning democracy來說 他是一個社會上的必要 functioning的意思就是 運作中的 能運作的 function是功能 所以functioning我們再多講一個 有趣的這個生活中常見的 如果說你是一個functioning alcoholic 也就是你是個酒鬼 可是你還能夠運作 所以你有酗酒的習慣 但你還是可以上班 你還是可以工作 我認為很多台灣的那種師傅 他們喝那個叫什麼 保利打鼻套那個雪碧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還是那個叫做威士比或之類的 那你知道那個事實上是藥酒嗎 所以他們喝了之後臉紅紅的 其實是已經喝醉的狀態喔 可是他們還是可以工作 然後據我問過那些師傅 他們說 齁 你不知道喔 這樣喝下去喔 比較不會癢力 什麼是癢力 就是比較做事情比較懶洋洋一點 然後比較不會浪費力氣的感覺 你知道癢那個 台語就是癢錢浪費錢 癢力浪費力氣 所以做起事來看別的了蛋 我們怎麼變台語教學 but that's ok 所以他們就屬於 我應該承認為Alcoholic 因為說這樣也太過分了 他們不是酒鬼 可是總之就是他 飲完酒之後還能夠運作 所以他就叫做Functioning Alcoholic 我一直沒有打Alcoholic 好anyway 所以Functioning這個詞 那沒問題 所以為了一個Functioning Democracy 我們這個是有必要的 However 然而 Since making my investment I now realize the company will neither thrive nor serve this societal imperative in its current form 自從我投資之後 我現在了解到 這個公司 neither nor 用的是很正式的英文 它不會這樣也不會那樣 所以這個公司既不會thrive 也就是蓬勃茂神 也沒有辦法來serve 這一個社會的必要性的功能 所以serve這個應該就服務 他無法服務這項功能 在他目前的形勢中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們說twitter上有時候 算是蠻一言堂 尤其是右派的言論 會被人家蒙蔽住 甚至 你看Donald Trump 在推特上被禁言 也在臉書上 所以我實際上是反對這個事情 就是我不是反對Donald Trump 我個人對他有好感也沒有好感 但是無論如何 我認為在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裡面 你不能把你不想聽的聲音給他閉嘴 所以你看台灣有什麼 那種統一的言論 在西門町或什麼這些的 我們讓不讓他們在那裡示威有行之類 我們讓啊 那種台獨分子會覺得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對不對 你想要統一 你現在就去大陸啊 可是我們是民主社會 我們是允許這種言論自由的 所以你想要統一你在那邊張羅旗鼓的教 我們會尊重你 這才是民主的真諦對不對 So we can tolerate different voices OK And this kind of tolerance is expected in a democracy 所以這樣子的容忍 這樣子的包容 在一個民主中應該是被 大家是能夠預料到的 大家是覺得這是基本的 It is something that is expected 好我這裡測遠了 所以推特並沒有 所以Elon Musk不爽的是這一點 好所以總之啊 在目前的系統形式上做不到 Twitter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as a private company 所以推特需要用一個 身為一個私人公司的身份 來被改造 為什麼他這麼說 因為推特是一個 公開能夠交易的公司 就是有上規上市 所以那個東西我們就稱它為 是一個publicly traded company OK So the company can be publicly traded 就是能夠在公開的平台上 買他的股票賣他的股票 在這個時候這個公司 就不是一個私人企業了 這樣懂的意思 所以他才想要把推特整個買過來 因為買過來之後 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人有推特股票 他有100%的全的經營權 以及他的控制權 這就是一個私人企業 等於就是沒上市了這樣子 所以他認為這時候就可以改變 好anyway so as a result 因此 I am offering to buy 100% of Twitter for 一股54塊2 so 54 dollars and 20 cents per share in cash 沒錯我剛剛沒講錯 他他媽的用現金買 而且這個價格是超過了目前市價的54% 基本上你就賺他媽幾乎一倍 so this is a 54% premium over the day before I began investing in Twitter 好我說的大概不太對 他說的是在開始投資推特前 the day before 所以他買他這個股票的前一天的股價 是這個樣子的54%加上去 那我也不知道他買價是多少就是了 這樣子 以及他是在另外這個時間點的前一天的30%的premium 總之他說的就是我現在買的是價錢很棒 就比他前投下去的前一天還多54% 以及另外一個時間點的前一天的38% 好你懂了 這個我們就不用再解釋太多 my offer is my best and final offer 有的時候我們會特別強調這一點 這已經是我能出的最大價了 this is my best offer and final offer 所以你不要再counter offer我 所以offer這個詞也可以說counter offer ok 所以我出一個價 然後你再回一個價counter offer 所以這是我的final offer and if it is not accepted 要是你不接受的話 I would need to reconsider my position as a shareholder 這句話充滿了挑釁意味 你知道嗎 如果這個價錢沒有被接受 我就需要來重新思考一下 我身為這一個股東的位置了 換句話說 你要是不接受我的報價 那我可能就不要你這間公司 我乾脆把我手上的股份也賣光 那你知道這種時候 有的時候就大量poso這個概念 一定會造成投資人恐慌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拋售你的股票 造成一個股票下跌 那也不關我的事了 那是你的問題 所以他最後加了一句 twitter有非常了不起的潛能 twitter has extraordinary potential I will unlock it 我來把他解鎖開 讓他成為一個能夠自由伸展手腳的巨人 意思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霸氣 所以每個人都讀到這個 那讀完之後就有人批評了 批評是什麼 說他這根本就是一個hostile takeover 這個翻譯成中文叫惡意併購 這個hostile或者讀成hostile都聽過 就是惡意的 有敵意的 OK 很兇惡的這樣子hostile takeover就把東西拿過來 那我們知道併購叫做m&a 所以m是merger merger這個詞就是併合併 開高速公路的時候 我們上了交流道 並進車流裡 那個就叫做merging lane merge you merge into traffic 應該沒問題 所以merger and acquisition 所以acquisition就是acquire acquire就是得到 所以這個叫併購 所以Elon Musk在做的 他可能沒有merge 但他的確是go 總之啊 這個就有人認為這是一個惡意的收購 可是也有人說 Some people hold opposing opinion 他們覺得說 It's not hostile 因為如果真的是惡意收購 有這個可能就是說 他慢慢慢慢偷偷買你的股票 一點一點買 結果突然間他的掌控權掉到他手裡 因為他擁有51%的股份 那結果那家公司就變他的了 然後他就把整個董事會換掉 聽過這種小說或者是戲劇的情節吧 所以那種好像比較接近 市面上所謂的hostile takeover 事實上我對這詞也不是很懂 但總之我有看到一些報道 說他不是就是了 好然後接下來他又包了另外一個 包含另外一些額外的內容 就是他這邊有一段對話 這個對話是用文字的 也就是說簡訊對話 或者我們講的就是訊息對話 可能說像我們line message 也可以是text 好所以這邊說了 他跟另外一個傢伙的對話 我們也把他稍微讀一下 這邊text說的是 下面還有voice script 也就是他們講話留下的這些文字 所以這邊說 As I indicated this weekend I believe that the company should be private to go through the changes that need to be made 就如我這個週末所提出的 indicated指出的 我相信 I believe the company should be private 這家公司應該變回私人企業 不要再公開發售 才能夠go through 這些 才能夠我們來把它走過去 這些他需要有的改變 go through the changes that need to be made so he's going to make changes and these changes are necessary so after the past several days of thinking this over I have decided I want to acquire the company and take it private 所以經過了在過去幾天的 把這件事情好想過一次 the past several days of thinking this over 我決定了 I want to acquire the company 我們剛才acquisition的動詞就是acquire 然後take it private一樣把它變私人的 I'm going to send you an offer an offer letter tonight 我今天晚上會給你一封這個 就報價信這樣子 it will be public in the morning 今天早上就會是公開的東西 所以我們剛看到的就是 所以這段話大概是他送出去之前講的 ok 所以你能不能跟我聊聊天呢 cool ok 所以聊天就是 他這邊講第一點 best and final 所以重點 我給你的最好的offer 以及我的final offer I am not playing the back and forth game I am not playing the back and forth game 我沒有要跟你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 所以你知道有的時候像在那個包價 或是在那種auction house 就那個拍賣場的時候 我出一個他出一個我出一個 價錢超高 他沒有要玩這場遊戲 I am not playing the back and forth game I have moved straight to the end 我直接給你跑到最後 也就是給你最後的final offer 強調這一點 他用兩點來強調這一點 fine it is a high price and your shareholders will love it 這是個高價喔 你的持股人一定會很高興的 因為賺那麼多錢嘛 所以他們應該會很樂意把這些股票賣給他 ok so if the deal doesn't work given that I don't have confidence in management nor do I believe I can drive the necessary change in the public market I will need to reconsider my position as a shareholder 所以這裡有強調了一次 我會重新考慮一下 我身為持股人的一個位置 前面說的 如果這個deal沒有work的話 這個given that就有鑑於 有鑑於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這邊有稍微寫一下 given that然後加主持動詞 這個就是有鑑於之類的 ok 好 所以如果這個deal沒有work 有鑑於我對這個公司的管理階層 就management的這個東西 沒有信心 好 有鑑於我對你們沒信心 我也不相信 nor do I believe 我能夠透過一個這個公開的市場 來讓這些有必要的改變來發生 so nor do I believe I can drive the necessary change in the public market 所以有鑑於這兩件事情 我就會重新考慮我的立場了 好再講一次 然後他下面還強調 this is not a threat 這不是個威脅 剛剛讀下來 我真的認為很容易被perceive成威脅 如果你要perceive成威脅 也絕對不是人家的錯 ok so it's simply not a good investment without the changes that need to be made 再強調一次 如果沒有這些必要的改變的話 那我認為這個投資是不對的 this is not a good investment sure and those changes won't happen without taking the company private 所以如果不把這個公司 弄成私人私有化的話 這個改變是不會發生的 sure ok 好 然後再來是 我的顧問團跟我的團隊 my advisors and my team are available after you get the letter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所以你收到我上面這封信之後 你有什麼問題我會回答你 there will be more detail in our public filing 所以在我們公開這個 建黨歸黨的或者申報的細節中 這個檔案裡面會有更多細節 so after you receive the letter and review the public filings your team can call my family office with any questions 事實上後面都蠻廢話的 我都覺得有點後悔講這一段 好或許我們可以把它剪掉 但沒差了 所以你看到了 這就是elon musk 他的整個offer 前面的部分不管 因為那些都是廢話 但是他後面的intention 跟他的wording 我覺得都還蠻非常的 蠻strong的 ok 也蠻臭屁的 he sounds quite cocky ok in his wording of this proposal 會不會成呢 事實上這件事情還在發酵 我今天錄的時間 已經算是有點遲了 因為我是幾天前 看了這個新聞的 但這個新聞現在 今天還在發酵 所以我就覺得有follow up的報導 我們就來稍微說一下下 好 所以希望你對這個新聞 覺得它是有趣的 你看我們剛剛講的一些詞 包括有把表格填滿 so you fill out the form 但是如果是填空格 是fill in the blanket ok 社會上的形容詞 social跟societal 真的都ok 好 有沒有細微的分別 或許我們可以再找一下 但是根據我的回憶 我好多年查的 其實因為我對這個字 這兩個字也是有好奇 所以我查了之後 我發現很多人說的 they are interchangeable 所以我們就先記這樣子 有什麼後面補充我再說 好 functioning這個詞很酷 他說推特的改變 對於一個functioning democracy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剛剛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你要是一個酒鬼 可是你的功能性都沒問題 so you are a functioning functioning alcoholic what means you don't need therapy ok you don't need the top step program 你就不需要那個 alcoholic anonymous那個program 就是匿名的那個借酒聚會之類的概念 好 然後它是一個公開發售的公司 我們稱這個叫做publicly traded company 好 所以這個有上市的 ok 再講一個 就有時候那個上市公司 就是公開發售的那天 他們有叫IPO 所以它叫做initial public offering 就是公開上市一開始的那個股價這樣子 好 什麼東西一上市就成為股價 然後3分鐘5分鐘就飆高被炒上去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cool 所以offer你一個價錢 你可以counteroffer我 所以這兩個字都還蠻常 可以看得到的 好我們講到這裡大家可以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